我不是 好 你想要投票在哪裡 紗凱·海恩斯 沙凱·海恩斯正在幫助大學生登記註冊 參加11月的投票 2005年 當時只有16歲的海恩斯 就開始參與這項工作 現在他是霍華德大學政治系的學生 他說這個工作並不難 動員人們登記註冊 從來依舊不是什麼艱難的工作 因為人們了解它的緊迫性 在今年的大選中 我們面臨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 會影響美國金口四年的方向 這些年輕的非洲裔學生中 有的將是第一次參加投票 根據美國2010年的人口普查 在百萬18歲到30歲的 非洲裔美國人當中 將近一半的人沒有登記 也就是說他們還沒有投票的資格 紗凱·海恩斯說 這種現象不應該存在 特別是那些政治參與程度 偏低的少數族裔 民主應該代表所有的人 我們會盡一切努力讓學生們 更容易參與這個政治程序 這是我們的工作 也讓我們很有成就感 霍華德大學學生賈伊·鄧吉 來自新澤西州 他說每個人的選票都是重要的 投票是一種權利 人們需要知道這並不是特權 我們一定要充分利用這個權利 這樣才能不辜負那些 為了這個權利而做出貢獻的人 科里恩·瓊斯將是第一次參加投票 他來自搖擺州 俄亥俄州 他認為自己的一票 有助於決定大選結果 每個人都應該表達自己的意願 他們對國家的看法 所以說投票的機會是非常重要的 蓋爾·凱奇是華盛頓非黨派 選民登記中心的首席運營官 這個機構去年以寄信的方式 向年輕人和單身婦女 發起了一場登記註冊運動 年輕人現在已經做好了參與的準備 我們把這些文件寄給他們 他們一定會有所反應 登記註冊了以後 接下來的工作 就是要說服鼓勵他們 11月親自到投票站投下一票 BOA 衛視報導